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那么有伴侣的朋友 我们希望在这一年 大家都能够永远的幸福甜蜜 而单身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年 能够立得自己的良人 成功脱单 说到脱单 我们反而有喜 在开播14年以来 是帮助了无数单身的朋友 成功脱单 还有很多嘉宾 在后来的接触过程当中 他们的感情也更进一步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还有了自己的宝宝 我们也非常的替他们 开心和高兴 看到他们那么幸福和美满 我想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 一种肯定 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充满了干劲 那么说了这么多 他们到底是有多么美满 多么幸福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简单地回顾一下 2023年 在我们反而有喜节目里边 成功牵手的嘉宾 和他们的故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男嘉宾 是一位25岁 身高1米85的篮球教练 想找一位比自己大两三岁的温柔女生 我们为他介绍了一位28岁的瑜伽老师 来自陕西 我目前在重庆做瑜伽老师 每个月的薪资是在3000到4000左右 怎么笑了 听上去心动 可以啊 这什么 第一眼就心动了 心动了 是因为舞姿心动 还是因为这个人而行动 她的舞姿和背影都 确实挺好看的 挺吸引的 挺吸引的 女嘉宾动人的舞姿让男嘉宾心动不已 接下来两人的互动也是十分浓情蜜意 可以稍微优励一点 对 对 然后在这个点 对 然后就这样 投不进去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你投进去 但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要背着你 背着你去投 看你愿不愿意 可以 可以啊 那我就直接背着你 试一下头来咱们 好 你先把球拿着 然后咱们可以站近一点 对 在这个点来 对 然后 然后你先上来 我直接蹲下来 你到我身上来 我背着你 这样子吧 来吧 好 然后把你开一套一套 把你干净 再踏一套一套 再踏一套一套 然后我去捡球 就是刚才的话 刚才的话可能是在背上 在背上的话可能就 我可能就是离得有点远 对 那我们就这一次离近一点吧 离近一点换一个方式 我直接把你扶起来 然后更近一点 咱们站到这个角度 再试一下 然后我到你后面 然后我把你这样扶起来 然后就更近一点 这个角度也可以的 怎么扶 就从腿上 然后扶起来更高一点 因为在背上的话 你可能往后咬了 会有一点不安全 在互动环节的话 跟男嘉宾有肢体接触 然后我也没有很反感 就感觉两个人 好像认识了很久很久一样 我把你抱起来 小心点 准备好 打到两 没有 疼不疼 没有打到脸 打到手上 打到脸 收好了 收好了 痛不疼 不疼 不疼 那我们就稍微离远一点 在最终的表白环节 男嘉宾的一番真情表白 更是让女嘉宾泪洒现场 不管是未来还是现在 就是一直是在我心中 就是有种哪怕不吃饭 我都会去找你的 哎呀 哎呦 所以对 所以我希望 你能接下我这个小小的礼物 要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感动的要哭了 这是怎么了 没听没听过 就是男孩给你讲这样的话呀 对呀 哎呦 哎呦 有纸门 有纸门 如果这个篮球的 真是太人了 只能代表 代表东西的 其实不光是篮球 因为篮球是我传达 我感觉的一个 一个物件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是 跟你在一起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只要 我和你在一起 哪怕拥有的 都是有意义的 哪怕我们去一起 画一张画呀 一起看一本书呀 这些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 所以说这篮球 就拿着 我觉得啊 可能也不用再选了 女嘉宾的眼泪啊 实际上就代表了 一定的含义了 这样 咱们来一段 婚礼上的啊 女嘉宾 你是否愿意 接受这颗篮球 同时 接受 勾教练 成为你的男朋友 愿意 还是 不愿意 我就用行动 告诉你吧 行动是什么 把篮球带过去了 我看你还把 还把勾教练 要么就直接挽着得了 是不是 每天在你身边 好嘴 看他们俩完全都不理我 就不想让我看 你看 还听我看 原本两人相处的 还算是挺愉快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却打破了之前 良好的局面 买了点饭 吃点吧 你这样中路都没吃饭 下午 特别的 好吧 你在哪儿买的呀 就特别的 可是现在在路 我吃不太好吧 没事 你不用管我 你吃吗 那我真吃了 吃吧 吃吧 我觉得有点辣呀 这附近有卖水的吗 有 就我后面给你买饭 那个地方 感觉不是特别的细心吧 就是 从哪儿看出来 就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有点渴 然后 就有点暗示他那种感觉 但是他好像没有发现 就是看了一下周围 然后就没有行动了 所以你口渴了 他没有关注到 那饿了呢 我看也是朋友 你朋友是 同事啊 他去帮你买的这个饭 对啊 但是后面 我吃的 我说辣的的时候 他又亲自去买水了嘛 我觉得 他可能 就是比较木辣吧 但是如果 就是给他说的话 他也是会去做的 所以是不是证明 其实男孩子 有时候他可能就是直男 或者是他就是没有女孩 他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 不是他不愿意去做 或者说 不是说他这个人 以后不会对你好 那只是说 可能没有这么细心 那如果说你去教他 或者说你慢慢的 把你的想法 直接跟他说 沟通好了以后 他其实有可能以后 还是会成为一位 称职的男朋友 对 我是觉得 我也是这样 你在这里 所以我才会来 请选择 恭喜恭喜 来来来来 我们先面朝大家 不刚刚我还没数完呢 小念就把手伸出去了 最后做这个决定 我觉得你是充满信心的 那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刚开始觉得 他可能有点直男 但是他好像愿意去改变 然后就是最后 他说的也很真诚 所以我还是想 给他一个机会 其实呢 说句实话 男嘉宾这骑着机车出厂的帮助 也是十分炫酷 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我现在自己是一个比较冷吃苦的一个男孩子 不管天晴落雨 我都会骑着我的摩托鞋 骑着我的摩托鞋 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即使再苦再累 男嘉宾也深知 幸福的生活必须靠奋斗才能获得 所以这些年 他也一直都奔跑在努力拼搏的路 你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愉快的状态吧 进入到我们最后的这个选择的环节 现在女嘉宾手都是很美好的颜色 小朋友女孩子都比较喜欢 我就打算把这柱小花 玫瑰气球小花送给女嘉宾 好吧 现在男嘉宾手上呢 就拿着自己亲自给女嘉宾编的 玫瑰花气球 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普通的玫瑰花 应该不陌生了 有可能女嘉宾之前也收过鲜花的玫瑰 但是我想一定没有收过 气球编织的这个玫瑰 是吧 请选择 恭喜 来来来我们面朝大家好不好 我看到田田今天第一次笑了 就真的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她第一次笑了 其实她生活当中 应该是一个 给人感觉会有点高冷的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情是掩盖了 她内心真实的感受 当刚刚女孩真的 接过了这束花的时候 代表着接受她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时候男孩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笑 好了 恭喜我们的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我们也希望他们两个呀 能够像咱们男嘉宾的名字 田田一样 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能够永远的幸福和甜蜜 那我觉得呢 我们的男嘉宾之所以 能够在今天的牵手成功 这就是得益于呢 她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 以及呢 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服输 不放弃的精神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打动了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好了各位啊 前三期呢 咱们看到的都是年轻人恋爱的故事 而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对中年人的相亲 这中年人的相亲 又会跟年轻人的相亲 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的女嘉宾是一位38岁的单亲妈妈 我们为她介绍了一位39岁的男嘉宾 可刚一见面 男嘉宾就语出惊人 这边您多大年了 你查一下呢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比我小一点吧 对对对 38岁了 没有聊了对 这边挺蛮好的 没事 刚才看了 他们很多人 不好意思 我稍微打断一下 因为我刚才在旁边 我是听了一下 你们两个的一个见面聊天 我要先说一下男嘉宾 一见面 第一个问题就问女生年纪 你这个真的是 平时是女生接触太少了 还是可能情商有点低了 你这不知道一般女生 肯定都不太喜欢 第一时间把自己年纪暴露出去 对不对 你问就算了吧 也没关系 那你猜呢 人家让你猜呢 就是一个小小的互动 你可以事实上往小一点去猜 跟以往年轻人相亲不同 这次两位中年人的相亲 则聊到了很多现实问题 我的话是离异带娃 介意吗 像你这样一个人带个娃也不容易 那经济压力这方面大不大 还好 就是前任会养孩子 我就主要看着 平时也是我爸妈看着 因为我们家比较多 现在没有住在这边 但是随时也会过来 然后他爸那边也还可以 所以他也随时会去 就相当于共同养小孩 那你跟你现在的前任 就是还保持有联系吗 还好 现在像普通朋友吧 接近死孩子的父亲是吧 也不可能说像仇人一样 原本是想看看男嘉宾的居住环境 可照片中的一个细节 让女嘉宾产生了质疑 这是第一张 这是客厅 这客厅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吃的面包啊 小的那些 这零食 这零食一箱啊 然后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 你看啤酒瓶 怎么了 打麻将吗 对 平时打麻将吗 有个麻将室 对 你房间多大 整个房子 我也不知道 那个单层面积 可能就四十多一点 应该是 然后你还有一个房间 是单独的麻将室啊 对 本来是在中间那个麻将 中间那个因为没空调 所以把那个床拆了 我发现个问题哈 其他房间都很乱 为什么麻将是这么干净整洁 打麻将打麻将 那麻将是打干净了呀 但是我发现不是你看 你除了麻将干净以外 你整个房间对 地板你看也没有多余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地板也很干净 要玩的地方当然要苏醒一点 是吧 我打个比方以后 我们在一起了 有人陪我一起了 那肯定也可以 这个又不是必需品 那你们打多大呢 纯粹就是娱乐的这个玩意 就两块钱 不是二十 打两块 消磨时间哈 对 至于你对于麻将这块呢 其实你可以那个放心 因为我们打的 就是刚才说了 我们打的很小 就两块钱 去出路也就是百八十块钱 如果真要赌的话 也不是 也不至于打两块了 甚至二十 甚至两百多会打 是吧 总是我不太喜欢打麻将的人 那种哈 特别是你这种 天天如果就要加你的话 反正是挺恼火的 这个倒不至于 这个反正就是 我刚才说了 只要那个 真的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那 做的事情多了去了 也不至于会 要去天天打麻将了 是吧 三 好吧 那我去我们家看看吧 怎么办呢 哇 这期的女嘉宾是一位56岁的大姐 我这个人呢 我的性格比较开朗 有点爱说话 心情还好啊 我都是 比较出去 喜欢女药 找点片片 现在流行的 你看今天理解还特意 别了一个小丝巾出来 对对方的要求 就只看重一点 我想找一个 就是身体要健康一点 不能有慢性病 对对对 不能有花钱的病 对对对对 而我们给他安排的大哥 是一位非常喜欢锻炼的大哥 我从小一直把身体 看得比较重要 还有我的工作方面 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你看那个牛仔裤啊 下面还要卷起来 然后穿了一双黑色的靴子 那是四三 上面配了一件小西装 这个穿着大半看起来 那就是四十多岁人的穿着大半看起来 那么我们今天为他安排的这位男士 会符合他的要求吗 小姿的路线了 准备要放大赶了 三二一开始 一二三 二十 好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不得还是很標准 看起来像年轻小伙子一样 年轻小伙子 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小伙子 可能做符合生 还没有这么一大都做得好 四十字我觉得好久没看到过了 帮我撇装走啊 好 好的好的 照着效果可不可以 效果你看看 我看一眼来 你们坐都没给我走到去 嗯 坐没走得好 你能够站到那边 站到那边往那边走 哎 你会在手机树起嘛 哎对 你看墙还可以啊 来嘛我帮你撇成什么 你给我撇了两个七三 对 对对对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啊 好 简单的拍照互动 再次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在阳光的映衬下 此时整个乡亲氛围 都笼罩着幸福 只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深入了解 会让两人的观点 产生巨大的分歧 如果说我们能够签成功的话 尽量就是住在我里面 你不能 比如说给你妈那儿 分开不得行啊 分开不得行啊 但是比较靠近 要跟我们住在近一点 那个我还要考虑啊 所以现在我都说的 要是前提是比较孝心的 我们对成功了 你没打算嘛 但是我们单独 对于说买房子 我们另外住在一起 那种打算呢 肯定是金融是有的 只要说我们签成成功了 各方面都 比如说刚刚吃买这个水果的时候 他还知道讲家呀 能够跳啊 那些还得给我讲 我觉得呀 他对生活还是很热爱 来的呢 我也觉得还是可以 还在现场大秀恩爱 我来我来我来 很甜啊 熟了的啊 熟了的熟了的 你往里好像还要甜 更甜一点啊 那是不是现在心情是不错的啊 我们还是先成功了 起码毕竟那个年龄啊 还是深重一点好学 那我真正的宣传嘛 那虽然说呢 他们已经啊年过半百了 但是呢我想啊 这年轻的心态 还是相当重要的啊 只不过呢 这个问题呢 还是需要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啊 不能说盲目的追求 像年轻人一样 比如说买车买房等等 这样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条件 咱们还是要从自身的一些 实际的情况 来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那好在啊 最后呢 通过我们相亲特派员的调解 那大姐呢 还是理解了我们大哥的想法 她也看到了 她身上的那些 其他的闪光点 那这个就非常值得庆幸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下面这一对年纪呢 稍微年轻一点的男女嘉宾们 她们又有着怎样 不一样的想法呢 她是热情开朗的健身教练 跟不熟的人会比较冷淡 但是熟起来之后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活泼 好动的一个人 由于异地恋遭遇分手的她 想要找到一位 有着同样兴趣爱好的姑娘 希望对方也是一个喜欢运动的 身材的话比较匀称 如果有腹肌马甲线 这些话会更好 我们给她介绍了一位 从事人力资源的女生 长相交好 我比较爱笑 然后呢是对于生活呢 是属于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 她的人缘很好 真的是 因为她给人第一感觉 就是很爱笑 然后给人感觉 就是很平易近人的 这种感觉嘛 所以说她的朋友很多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 上一段感情的一个经历的话 其实不是属于特别美好 但是呢我觉得也没关系 也是人生当中的一种经验 我想先让小梅看一下 你觉得两个男士当中 谁更像是今天咱们要 给你介绍的男嘉宾 我觉得应该是她吧 就是蓝色背心 战绳的这个 对 蓝色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是说 她是健身教练吗 然后你看她那个手臂 这肌肉 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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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男嘉宾姓饶是吧 小饶是吧 我不是笑的 我不是 你不是吗 不是的 虽然一开始 女生直接认错了人 好在并没有影响 她们初见的好感 觉得她比较的娇小可爱 性格也挺温柔的 其他的感觉都还挺好的 我觉得她也是一个 非常积极阳光的人 然后特别爱运动 积极阳光 就说我觉得她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达九分 然后就是特别满意 而且互动过程当中 还情侣感十足 你非常有天分 知道吗 真的 你就是重庆的张伟丽 来 手手抱着我 来 想办法去摸我的肩膀 这只手去摸我的肩膀 一边 另外一只手放下 去抓住我的肩膀 手放松 来 自然地呼吸 三 二 一 但原本相谈圣欢的两人 却因为男生的工作性质 让她忧心忡忡 我觉得就是因为她的工作 就是做健身教练嘛 因为肯定还是接触了 很多那种就是学院那些 好 而且比如说是 我觉得来健身房的一些 都是女性学院比较多 然后然后像我刚才问她 我都问她那个都是 比如说活那种女性学院 比如下了半天之后 出去吃饭啊 刷牙那些 我都感觉她都是没有正面的 很强 就是那种回应 然后感觉不是很来烦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种生活 或那种工作能够分开的话 她其实也能够很坦然的都说明白 但是我都是觉得那点不是很满意 在亲友团的一再确认之后 男生也是诚意满满 做了解释和保证 其实可能是一些 对某些职业的偏见嘛 其实我们这一行 她找女朋友 其实大多数也是正正常常的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可能会偶尔有些 一两个例子 让大家觉得对这个行业的印象不好 其实你要说 这种事情 在各行各业的人 它都可能会发生 是不是 因为刚才她没有把 她这个说得很清楚 说说她就是想男嘉宾 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就是这样 就是要她有一个 做一个有原则的人 就是这样 为了进一步打消女嘉宾的顾虑 男嘉宾在特派员的建议下 决定再次带动女嘉宾互动 她能否用自己的诚意 让女嘉宾放下心中的顾虑呢 你是最棒的 要重庆的滴滴热巴 跳 跳 左 右 左 右 一 二 三 好来 非常棒 碰个拳 最终甜蜜牵手 三 二 一 开始 今天我选择牵手成功的原因呢 是在于我觉得首先呢 男嘉宾就是她呢 是属于一个非常积极相伤的一个人 就是外形呢 或者是通过刚才的一个接触 她的内在啊 我都觉得是符合我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的 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开始的一个顾虑 就是她呢也就是通过她自己的一个 就是努力 很有耐心的来给我做解释 打消了我的一个顾虑 那所以说这一点呢 也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所以呢我还是选择相信她 好了我们这位男嘉宾的职业呢 是健身房的教练啊 其实呢每当遇到这样的男嘉宾的时候呢 很多女嘉宾都会有一些担心 有一些质疑 不过在我看来 其实各种职业都有可能会跟异性有接触 对吧 所以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你自己 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我想都应该和异性保持必要的距离 那同时呢 另一半也不要过于的去在意 怀疑和猜测呢 可能都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看来啊 那有一些单身的朋友 他们的工作性质呢 在相亲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你要这样想 如果呢 从一个在大家眼里看起来 容易挑花眼的行业里边 跳脱出来的嘉宾 那我想他们的择偶 您觉得又会不会顺利一点呢 这位女孩是个有着自己梦想的姑娘 从小呢 我学了六年的民族舞 后面呢 转入了爵士 在爵士舞的学习阶段呢 我学习了六年 当你把你会的动作教育他别人的时候 然后别人学会了 最后拍成品的时候 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时而热辣性感 时而活泼俏皮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现在呢 我正在准备教练证的考取 然后如果考考 就是考下来了之后呢 可能就是工资他就会翻倍 而我们给他介绍的这位男生 曾经的职业是一名空少 自从离职之后 我就想做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事 就是这位看起来 很容易接触到异性的幽默男孩 有时候很多时候 我都会看一些经典的电影 然后去模仿里面经典的片段 我可以把短视频和我的兴趣爱好 一起结合起来 然后展现自己的幽默 做到短视频里面 幽默当当吧 相亲过程当中 两人毫不掩饰对于彼此的喜欢 还在现场大展自己的才艺 我已经呢 把你的名号帮你吹出去了啊 头炮打响了啊 知道吗 我牛都吹到女嘉宾那儿去了 接下来看你的表演 初次和男嘉宾的相遇让我很惊喜 他在那里唱着 我在这里听着 同时也附和着 那么虽然他唱的可能不是特别专业 但是我觉得他的诚意已经打动了我 那刚才跳舞的时候呢 比较有魅力 比较有活力 比较性感 比较喜欢 但当他靠近我的时候呢 我比较紧张 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到 只是亲友团对于男生的工作情况 稍显担忧 你别一听到有这种想法 你就觉得他很上进 但是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 那我觉得还是不一定能成榜 还是得再考验一下他 得看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才行 好在最后 他用实力成功俘获女孩的芳心 这个要抵药 小心点 我跟亲友团一直在旁边吃瓜 现在吃是吧 我都不好意思打扰女嘉宾 你此刻吃东西 这么甜甜的一刻 怎么好忍心去打扰吗 但是我又很想问女嘉宾 这个微笑着吃一下男嘉宾买的这个美食 心里是不是甜甜的 很乱心 乱心 现在应该没有低血糖了吧 一下子这个甜度估计还升高了 这杯是拿铁 我来这家店喝过的 听说他们家的拿铁 是用那个埃塞尔比亚的咖啡豆做的 这款豆子的烘焙度适中 不会太酸也不会太苦涩的 我觉得反正很适合我的口味 你也可以试试 好 好 现在我们女嘉宾看着男嘉宾跳舞 她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那现在女嘉宾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就表示牵手成功 321之后给我你最后的选择 3 2 1 女嘉宾请选择 最后呢她男嘉宾跳舞的时候 她也非常的认真 虽然她跳的不是很好 但是她愿意为了我去展现我喜欢的领域 去接触我跳舞这个东西也让我非常的感动 哇 这一对年轻人啊多少人呢 哎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嘉宾 她们又该如何来面对自己的下一段感情呢 这一期的女嘉宾年龄31岁 乐观善良还十分上进 我的性格的话是一个真正善良 还随后还好相处的人 因为寂寞在想你 只是因为想你才寂寞 只不过她有一次婚姻经历 还带着一个小孩 而我们给她介绍的这位男生 同样是一位热情开朗的阳光大男孩 对于这些她也并不在意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更多的会放在双方这个思想 还包括生活当中这个磨合上面更多 比如说性格是否相合 然后相关 还包括兴趣爱好啊 包括就是对人生的规划 是否能够几乎一致吧 前面那一个穿着一身白的那个 就是男嘉宾 还怎么亲友团嘴都笑开了 在谈到对于自己未来规划这部分的时候 男生更是很满意女生的态度 我们这个行业 会随着业绩啊 包括那个扩量啊 会齐齐复复的 我打算等一两年 就命后年有可能啊 经济行情啊 包括我自身的私利啊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候 我想要自己开店 然后就是提高自己的个人收入 还有就是 哎 美国人都有个当老板的想法嘛 我觉得如果大家乱七里话 都差不多的话 有那个影响了得来 都还是可以共同一起去努力去 一起奋斗那些 我觉得 我刚才说到 我对未来这个人生规划 还包括工作啊 和经济上面一些规划的时候 女嘉宾答案还是非常令我满意 感觉整体来说还是非常支持我 我的一些想法和嘱发力 两人好感度极高 还跳起了默契的舞蹈 玩得不亦乐乎 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哈 也没有接触过 他都愿意去唱诗去配合我 其实我喜欢的 我觉得那一点非常好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他的性格啊 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 但是的话 我们愿意去为对方去改变 或者说是去融入他的权子 我觉得来着很好 但是他还是担心 对于没有经历过婚姻的男生来说 会有问题 也担心他的家人会有意见 你自己能接受对方 带小孩的这种情况的话 像你父母啊 有没有跟你讲过呀 沟通过就是说 你以后找对象 能不能接受那种利益啊 带娃儿的这种情况啊 嗯 他们实在的话 他们没有跟我沟通过那件事情 嗯 但是那个 我也不能说 我现在回答你说 他们不介意哈 嗯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们讲过那种 就也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也没有考虑过那种情况 所以那个是那个 我没办法给那个准确答案 其实那个问题啊 还值得深重 因为在我个人来看的话 一般像他们父母那个年代的 其实可能对于自己的儿子 这样找的对象 还是带队玩的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那种介意吧 好在男生的态度成功打消了他的顾虑 因为男人嘛 还是有一定的要承担照顾一个家庭 就是支撑经济 男人是一个资助嘛 所以在经济上面 这肯定要付出更多一点点 所以我会运用更多的时间在经济上面 当然家庭也不会完全放弃 家务有可能不会参与太多 也不是很擅长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但这带孩子的话我肯定会 因为这男孩子嘛 首先这个大孩子是个男孩子 男孩子的话我又作为男人 那我可以带他比如说平时运动啊 跑步啊还搭篮球啊 这个我都可以 我很擅长 比如说周末的话 那我肯定会运用一天的时间 陪着整个家庭 比如说有可能出去外面野营啊 或者说去比今天天气比较好 那我们出去外面去公园 或者去商场逛逛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培养一个整体的家庭和谐氛围嘛 最终牵手成功 我们的女嘉宾呢 虽然是离异带小孩 但是我想呢 其实有过一次婚姻的经历 她并不可怕 离过一次婚 也不一定就是她的问题啊 对吧 那我们的男嘉宾呢 虽然是没有结过婚 但是呢她有责任心有担当 也愿意和对方 一起共同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 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啊 不管你的对象 是否有过婚姻 是否离异 只要你们真心相爱 也愿意更多的去接触对方 并且去接受对方 看到对方的 发光点赏光点 我觉得这就是相亲成功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回顾到的呢 只是在我们反而有喜2023年 成功牵手的嘉宾当中 很小的一部分 但同时 他们也是我们反而有喜2023年 甜蜜的代表 那我们第二天 其他的观众朋友 大家只要想寻找到 自己的另一半 并且呢 您带着一颗真诚的心 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将会竭尽全力的 为你匹配到合适的另一半 好了 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2024新年快乐 各位再见 拜拜